日本前首相大街遭到槍襲 当时共有22人负责警备 其中有7名警力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疏失 影片中可以看到 凶贤第二枪击发之后 一名女高中生行经安倍 后方远处的人行到 被一名维安人员撞倒在地 没想到他就赶紧将对方扶起 这个举动也引发抨袭 认为随后是否分不清事情的 轻重缓急 另外凶贤开第一枪 旁边的人都开始躲 特警也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扑倒安倍 三秒之后凶贤又朝安倍开了第二枪 不过当时人没有随后冲上前保护 现场警察则坦承 他们是在第一枪急发之后 才察觉到有可疑人物 前警戒高官就直言 完失败就是零分 看看南韩前总统普警惠 今年三月出院受访时 突然遭到男子丢职酒瓶 石头会随后马上冲了上去 用肉身保护普警惠 玻璃瓶还在飞 女保镖就已经张开身体党了 另外美国第四十任总统雷根 1981年三月于华盛顿的一间饭店 外遇刺 枪手在1.7秒内连开 六枪索性都没有直接命中雷根 而当下雷根的随护 奋不顾身地扑在他身上做挡箭牌 雷根送一抢救之后捡回一命 而这名随护事后受访时表示 与其说是自愿保护雷根 不如说跳出去挡子弹是身为随护的本能反应 记者不再嫌不倒 旺旺水神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台 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 旺旺水神雾化器 哪里买呢 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 同时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看喔 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 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